- 男平安前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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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常常聽到 妍藝圈前輩 - 是 或者是大家 - 會跟我們說 - 是 - 台下十年功 - 台上十分鐘 - 就是覺得你一定要努力 - 是 - 有機會上台表演 - 你就要活力全開 - 對 把握機會 - 對對 因為出頭真的不容易 - 沒錯沒錯沒錯 - 所以你是出道了幾年 - 十七年了 - 哇 - 十七年還十六啊 - 我忘了 - 十四嗎 - 十多年啦 - 但是我覺得你看像我們現在藝人啊 - 曝光的管道非常多啦 - 對 - 以前是只有電視而已 - 我們剛出道只有電視 - 你看說現在有YouTube - 對 手機啊 - 還有什麼很多的那個社群網 - 的軟體 - 一個FB - 每個管道都可以 - 常常可能你只有一個 - 對 - 十分鐘十五分鐘的影片 - 那你就爆紅了 - 對 而且以前我們收入 - 都是電視台給的 - 現在很多那種YouTube - 對 我們八位數真的 - 雖然沒有那麼多太多 - 雖然沒有那麼多太多 - 雖然路上朋友已經認識我們了 - 你們只是來這邊交朋友 - 對... - 所以我們今天呢 - 請到了八位新住民朋友們 - 要好好來分享一下 - 他們上節目過後呢 - 他們的欣喜還有辛苦的故事 - 歡迎大家 - 大家好 - 今天都是元老級的班底了 - 有啦 有一些新的啊 - 妮可和Sasha - 妮可Sasha算是比較菜鳥一點 -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- 當初怎麼會來上節目呢 Sasha - 那時候我就開始學中文 - 然後我的工作人 - 就是攝影師跟客戶 - 他們就開始說 - 你的中文還不錯 - 你為什麼也不要上節目 - 後來我就覺得 - OK 我可以試試看 - 我就跟老伴說 - 我們可以去試試看上節目呢 - 他就沒有想很久 - 就開始拍影片 - 他說你可以介紹自己嗎 - 我就說好啊 - 但是我不知道說什麼 - 我就說 - 你好 我是Sasha - 我很愛台灣 - 就這樣子 - 這樣就可以啊 - 這樣就可以啊 - 那你有錄取到什麼節目嗎 -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- 而且她也沒有給我時間準備 -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- WTO找我來 - 然後節目是 - 我就說當然OK - 我覺得好 - 當然OK啊 -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太緊張 - 因為我怕如果我聽不懂你們在講什麼 - 我就會 - 很尷尬 - 很緊張 - 對 真的很尷尬 - 怎麼會這樣 - 沒事 - 沒事 - 你要講什麼 - 我們開始錄影的時候 - 我也不知道要看哪裡 - 因為都是亂七八糟 - 大家都在了解 - 我們很有規則 - 亂七八糟 - 亂七八糟 - 而且這麼多攝影機不知道看哪裡 - 有點搞錯 - 然後表演又跟我們說話不知道看哪裡 - 對 - 因為大家都開始了解 - 我也不知道要看哪裡 - 而且我也害怕 - 你開始跟我們聊天 - 或是問我問題 - 我就 - 我的頭很空 - 我很怕我會玩氣我要說什麼 - 就是跟他這樣 - 對 我這樣 - 沒事 - 忘記要講什麼 - 就當機一下 - 對 - 而且腦袋空白就錄完了對不對 - 對 - 所以我一直在想 - 我要說什麼 - 我要說什麼 - 但是我沒有聽你們的話 - 所以我一直在想 - 一直在背自己的告 - 對 -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來的時候 - 中文程度應該不太一樣 - 所以大家 - 那個時候中文程度還OK嗎 - 歐陽三應該是超棒吧 - 我覺得超棒 - 可是不一定 - 我覺得超棒的意思 - 沒有... - 我很體會到他的心情 - 像他剛才講得多好 - 就是快輪到你自己的時候 - 比如說 - 身體怎麼樣 - 我會開始 - 就在我前面 - 我要很專心 - 我要怎麼樣 - 對 - 要很專心說上面一個人 - 講完以後換我講 - 對 - 或是說他講到哪裡 - 換我講 - 對 換我講 - 那前面那個人講什麼 - 我不管 - 我都不知道 - 我不理 - 然後突然我很怕殺生 - 我說 - 歐陽三你覺得怎麼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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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超好的 - 剛上節目的時候大家笑 - 我就跟著笑 - 但是我聽不懂 - 就是 - 然後大家開始哭 - 就跟著哭 - 你好強喔 - 蠻厲害的喔 - 對啊 - 演圓錄耶 - 對 - 這超難的 - 你是演出耶 - 超難 - 那芝蘇呢 - 對 其實剛來的時候 - 真的是跟我想像中的 - 非常的不一樣 - 壓力非常的大 - 我記得那個時候 - 因為我不知道台灣的演藝圈 -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的藝人 - 對 - 那個時候F4之外 - 我都不知道 - 沒有 - 我在就是那個化妝師那邊 - 就化妝的時候 - 懂 - 在那個化妝的時候 - 有一個很像大姐的一個人 - 就是嘻嘻哈哈 - 然後跟大家聊天 - 然後呢 - 我就是問說 - 我真的以為她是我們的製作人 - 所以問說 - 你好 - 那個你知道 - 我們的主持人 - 我們的主持人 - 對 - 就是我啊 - 就是我啊 - 太尷尬了 - 從第一歲的時候 - 然後呢 - 天啊 - 你是我們的主持人 - 對 這是我啊 - 我是就是V美人啊 - 然後呢 - 天啊 - 好尷尬喔 - 好尷尬喔 - 對 - 然後其實真的 - 老實說 - 我向節目的目的 - 不是為了就是變紅啊 - 什麼的 - 因為我之前當經紀人 - 我知道你們藝人多辛苦 -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- 但是那個時候我是準備 - 開那個網拍 - 對 - 所以我心裡想說 - 如果上電視 - 打廣告 - 就可以 - 準備得到 - 宣傳 - 對 - 所以我一直懂待那個 - 宣傳的機會 - 有 - 可是其實真的很久很久很久 - 我一直找一個機會 - 要講職業 - 可是都沒有那個主題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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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- 我老公 - 一直被你們就是 - 中文很厲害的姐姐們 - 一直罵說 - 你講話快一點啦 - 我就是很努力 - 對 - 所以中文的壓力 - 然後都沒有宣傳到我的拍賣 - 然後呢 - 我跟那個製作單位 - 真的是老實說了 - 因為啊 - 我想要開拍賣 - 然後巴巴巴巴巴巴 - 一堆理由 - 你要來當廠商啦 - 對 - 然後他們說 - 好吧 - 然後呢 - 過幾個禮拜 - 之後他們就說 - 祝祝 - 可以講了啦 - 我們的主題是職業 - 對 - 很難看 - 對 - 對 - 所以我真的這個 - 因為那一次的經驗 - 我非常感謝WTO - 所有的製作單位 - 是 - 這樣子我就過來了 - 十二、十三年了 - 哇 - 因為那一次 - 製作完之後 - 有賣得很好嗎 - 補起來了 - 完全換起來了 - 真的 - 所以你現在來 - 都是為了義氣 - 因為他們當初幫助過你 - 是 - 義氣還有感謝的學學 - 大家都是齁 - 過來人 - 對 - 你扣了 - 我自己本身就是WTO的鐵飯 - 真的 - 我自己寄報名表 - 我自己寄過來的 - 結果一年後 - 才收到電話 - 然後是我在做專家 - 然後就接電話 - 我想說 - 她說你好 這裡是八大 - 我就掛電話 - 我想說什麼八大行業 - 這我接多了 - 然後呢 - 後來多久 - 她就打來做說 - 不好意思 這裡是 - 不然那個WTO姐妹 - 我說 - 真的假的 - 我就很開心 - 開心就來錄了 - 那妳同事 - 還有寄哪些製作單位 - 只有寄我們嗎 - 只有你們啊 - 都讓我們等了一年 - 聽說妳是我們的鐵粉 - 對不對 - 真的啊 - 那我考妳 - 妳最喜歡誰 - 就是 - 她這種聲音 - 為什麼為什麼 - 總而有個理由 - 她是妳啊 - 我是蠻會嗆人家 - 對 我很相信 - 有一個美國團隊在那邊 - 幫我們出聲這樣子 - 還要被欺負 - 好好可愛 - 你們之前是不是有 - 一起去出了外景 - 對 - 然後因為他們的氣勢太強了 - 因為我本身就是 - 有一點嗆嗆的 - 然後可是我那次 - 跟他們去錄影 - 我完全被他們的氣勢壓住 - 然後我就感覺是 - 走那種甜美風格這樣 - 妳走甜美 - 妳走甜美 - 妳那一天 - 妳好難甜美啊 - 我那邊是捷運的 - 捷運的 - 是我第一次跟Nicole講到話 - 我也是 - 對 所以我們跟她不熟 - 對 - 但我沒有想到妳以前 - 所以她是這麼ㄎㄧㄤ的 - 所以她才是 - 妳也覺得她蠻ㄎㄧㄤ的 - 但你們那時候 - 第一次看到她 - 會想扁她嗎 - 說實話 - 說實話 - 這樣 - 對 - 所以那次外景的時候 - 她超級安靜的 - 對啊 超級安靜的 - 她也沒有啊 - 我不覺得 - 可是我記得我有提醒 - 就是要穿褲子 - 可是她給我穿緊身連身裙 - 對... - 好有力啊 - 好有力啊 - 好有力啊 - 她沒有我的鏡頭 - 故意的啦 - 而且妳看她今天穿那個絲襪 - 真的 - 她就是覺得我在她旁邊 - 就無力了 - 她就是充滿了人情 - 妳的個性本來是這樣嗎 - 因為很多網友都會說 - 妳這應該是節目效果吧 - 還是製作單位給妳的人設的料理這樣 - 妳覺得節目給我的命令 - 我會聽的嗎 - 會 - 其實這個是我從小就是 - 在家裡面被訓練出來的 - 我們每次家庭一起吃飯 - 就是一定會 - 一定要講別人的笑話 - 一定要唱別人 - 一定要笑出來 - 所以別人笑妳的時候 - 妳也要能夠笑自己啦 - 所以其實我在節目會嗆人家 - 是因為我喜歡她 - 如果我不喜歡妳 - 我根本就不會講話 - 完全不講話 - 我最喜歡看妳跟泰勒吵架 - 對 - 我也喜歡 - 因為她每次都輸得很殘忍 - 真的 - 很可愛喔 - 所以妳是越嗆那個人 - 妳是得越喜歡那個人 - 對 我就是 - 其實我是滿欣賞妳的 - 因為我會覺得我信任妳 - 我信任妳 - 而且我相信我嗆妳 - 妳也不會把她當一個人的 - 是有善的 - 對 - 然後就是我們有 - 不記名的投票 - 然後有很多新座民說 - 就是Janny的那個氣場很強 - 對 - 然後常常第一次來的時候 - 看到Janny - 都不太敢看 - 因為覺得很害怕 - 我都會怕 - 我覺得根本就不要有這個東西 - 我本身其實就是 - 美麗又甘甜的小貓咪 - 甘甜嗎 - 怎麼會有這樣 - 怎麼會有這樣 - 妳們都是為什麼 - 妳們都是為什麼 - 妳們都是為什麼 -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講自己是甘甜 - 妳們都是說水果 - 超好笑的 - 甘甜 - 真的 - 很可愛 - 因為我剛開始上節目的時候 - 我非常喜歡Janny - 因為... -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聊天 - 有時候妳會聽我的話 -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中文沒有那麼好 - 但是妳還是會認真聽 - 然後... - 但是... - 我裝得 - 妳說什麼 - 妳說什麼 - 有時候妳講話 - 我聽不太懂 - 可是... - 為什麼會... - 人家還感謝妳 - 非常感謝妳 - 謝謝 - 大家都好有... - 而且大家都很懂鏡頭語言 - 對... - 該笑的時候就要笑 - 應該可以 - 因為我們今天這邊呢 - 還有我們是Youtuber組 - 艾娜還有Lucas - 對... - 因為其實現在不只是電視可以讓大家認識你 - 其實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 - 所以我們的Youtuber我們的Lucas - 我是從瑞典來的Lucas - 在台灣11年 - 但是在台灣拍Youtube4年 -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 - 也是外國人介紹台灣 - 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 - 然後大部分影片就是介紹台灣 - 其他地方或是其他處在台灣的外國人之類的 - 是... - 所以妳的頻道名字叫做... - 外國人介紹台灣 - 外國人介紹台灣 - 大家可以訂閱囉 - 謝謝 - 訂閱 - 訂閱 - 所以妳的影片主要是給外國人看還是給台灣人看 - 其實我開始的時候 - 我的目的有是給其他外國人... - 特別是交換學生 - 介紹台灣 - 其實結果是... - 其他外國人完全不在意 - 完全不喜歡看 - 因為如果他們還沒來台灣 - 他們對台灣沒有興趣 - 結果是... - 慢慢有蠻多台灣人 - 也不知道台灣的美麗 - 所以現在就... - 大部分都是台灣會... - 台灣人會看 - 我給他們介紹他們自己的國家 -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- 但是... - 現在是已經習慣了 - 不同的視角發現台灣 - 但你當初開始拍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- 對... - 是我開始拍的時候 - 是因為我已經決定要離開台灣 - 是... - 因為... - 我覺得台灣太無聊了 - 你來... - 因為你是來第幾年的時候覺得... - 一直... - 一直有下雨或是太熱 - 完全沒有那個... - 很舒服的一個天氣 - 有啊... - 一年大概有三四天蠻舒服的 - 因為瑞典太冷了啦 - 對... - 對... - 而且瑞典很乾 - 所以你是來第幾年的時候才發現想要回台灣 - 第四、第六 - 對... - 所以已經... - 我要離開台灣已經... - 太無聊了 - 但是我覺得是... - 如果真的離開台灣之後 - 我覺得我一定會想一些地方 - 特別是... - 瑞芳的... - 瑞芳的... - 茶湖山 - 茶湖山 - 還有肯丁 - 所以我去那邊... - 然後我就買一個很便宜的... - 相機 - 相機 - 然後就拍給我自己 - 然後看有蠻多台灣人 - 是好像... - 我第四個影片 - 已經有三萬多個台灣人看了 - 哇... - 哇... - 現在是體驗很高耶 - 那時候本來是想要回去了 - 結果就... - 對,所以我現在... - 因為我也發現是... - 啊... -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地方 - 我還沒去... - 所以現在... - 我還在... - 然後每一個禮拜希望去... - 其他台灣的地方之類的... - 哦... - 那你的粉絲最... - 最常稱讚你是什麼東西呢? - 覺得你什麼地方他們最喜歡的 - 對... - 有一個... - 為了是台灣的特色... - 每一個禮拜... - 台灣人都會說... - 我很像... - 喔... - 金凱瑞... - 金凱瑞... - 金凱瑞... - 很像金凱瑞... - 但是... - 真的... - 在瑞典20年... - 我完全沒聽到這句話... - 在台灣每一個禮拜都會聽到... - 在台灣很紅... - 對... - 金凱瑞... - 還是沒有人沒的... - 一點都不像... - 對... - 很像... - 太過人的故意... - 太過人的故意... - 很像... - 不像... - 不像... - 我覺得你眼睛... - 好啦... - 一樣有眼睛... - 嘴巴跟鼻子... - 像... - 他的笑容很像... - 牙齒很像... - 只有牙齒... - 我要說你像... - 你叫澳上笑... - 澳上笑... - 你看... - 很像... - 但比較像... - 完全非常... - 不要這樣啦... - 很像啦... - 因為台灣人... - 台灣人在看外國人... - 會覺得外國人... - 會覺得外國人... - 對... - 但外國人在看的時候... - 就覺得不像... - 對... - 會這樣... - 可是讓Lukas... - 你上節目之後... - 你來了幾次之後... - 你覺得在節目裡面... - 給你的感覺... - 太緊張了... - 真的... - 你看起來很鎮定耶... - 因為是... - 在YouTube的話... - 是我自己拍... - 我自己剪輯... - 但是現在不是我剪輯... -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... - 結果會怎麼樣... - 好... - 好... - 好... - 我自己拍... - 我可能會說錯... - 可能是五六七次... - 但是現在... - 我只有... - 只有馬上不要說話... - 一個七次... - 然後我說... - 很緊張... - 我要說什麼... - 真的... - 真的... - 太緊張了... - 可是我覺得表現得很好...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真的很厲害耶... - 對... - 因為我上節目... - 七八年了... - 然後... - 你看有要罵髒話嗎... - 對... - 七八年了... - 等一下... - 我跟老公開公司... - 然後就健身房... - 然後我就... - 我開YouTube的... - 第一個目標... - 是很... - 單純是... - 我不要跟老公上班... - 喔... - 所以想做... - 我要逃避... - 我要逃避... - 因為... - 跟你一般工作... - 每天... - 在辦公室一起... - 很難... - 因為你們生活... - 工作全部... - 對... - 對... - 而且還會... - 我說趕快... - 想一個辦法做別的... - 然後那時候... - 我做YouTube三年... - 那時候... - 沒有到很多人... - 很多外國人... - 解殺台灣... - 所以我就說... - 好... - 就試試看吧... - 然後我就... - 滿喜歡的... - 而且我就會跟我女兒... - 一起跑去旅遊... - 跑去拍片... - 很多地方... - 躲避老公嘛... - 然後我會來... - 會參加... - 但是主要是我跟女兒... - 然後就會... - 我女兒也很... - 也很喜歡拍影片... - 感情有什麼好... - 很開心... - 對... - 你做YouTube... -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... - 我要幹嘛就幹嘛... - 對... - 你如果在那邊上班... - 然後又是... - 你叫我幹嘛... - 對... - 開心... - 天然是這樣... - 然後阿翔... - 你今天是回娘家對不對... - 對... - 我算是啦... - 因為好久沒有回到這個... - 大家庭了... - 除了說講到以前的工作... - 除了是這個之外... - 我現在也算是很... - 菜鳥... - 我在YouTube界我們算菜鳥... - 哪是... - 這算學長... - 學長... - 你有看過他的頻道嗎... - 他們也是... - 沒看過沒關係... - 對... - 我們也成立了三年了... - 鬧著玩... - 鬧著玩... - 那... - 你問我為什麼要做鬧著玩... - 我沒有啊... - 沒問題... - 我們先從最前面開始講... - 你以前的志向就是要當藝人嗎... - 高中讀書的時候... - 我就是讀影劇科了... - 是... - 那時候老實說... - 確實是有那種想法... - 但是不敢會害怕啦... - 因為怕這份工作... - 收入不穩定... - 所以呢... - 那時候退伍之後呢... - 還是有去找一份工作... - 是... - 我就找到了... - 在這個八大電視台... - 打燈的工作... - 就在那邊打燈... - 對... - 對... - 燈光師... - 沒有... - 我是燈光助理而已... - 助理... - 你覺得今天燈打得如何... - 我看一下... - 沒有啦... - 很好... - OK... - 師傅在打啦... - 對... - 說為了賺零用錢... - 是... - 我才又看到一個電視節目... - 有在報名這種... - 表演的... - 什麼... - 喔... - 它又可以表演... - 熱紅了... - 然後又可以賺獎金... - 我才去報名的... - 所以我當初去... - 只是因為要賺那零用錢... - 一千三百五十塊... - 可是你那時候住台北嗎... - 還是住在... - 我住台北啊... - 所以我是希望說... - 除了固定的薪水之外... - 還可以增加收入... - 那... - 你知道嗎... - 本來只是想要領一集... - 一三五零就懂了... - 是... - 結果不小心我就過關了... - 太紅了... - 不是太紅了... - 就過關了... - 要來第二次... - 第二次又過關... - 就叫不小心... - 連過了十關... - 怎麼這麼不小心... - 怎麼這麼不小心... - 怎麼這麼不小心... - 剛好啦... - 後來不小心... - 十關結束之後... - 我領了六萬多塊... - 為什麼不小心... - 你要小心一點嗎... - 因為要小心... - 不然的話這樣很累耶... - 真的太辛苦了... - 辛苦了... - 辛苦了... - 要注意... - 要特別注意一下... - 好... - 然後不小心... - 又主持節目... - 又得金鐘獎了... - 對... - 要小心... - 真的要小心一點啦... - 可以了沒有... - 好... - 那凱希妳呢... - 我其實算是蠻無心插流的... - 因為我是17歲... - 然後我當時很喜歡看... - 有個節目叫... - 我猜... - 對... - 然後以前不是都有一個人不可貌相的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我當時在高中是... - 那個啦啦隊的隊長... - 然後有一天... - 就看完那個節目它的預告... - 就是真啦啦隊美少女... - 重點是他們用的照片... - 是我們學校的照片... - 哇塞... - 那就在跟你招手啦... - 對... - 然後我們那個隊員就是說... - 你去報名啦... - 你去報名... - 就我過了一個禮拜... - 就接到製作單位電話... - 就叫我去面試... - 然後我就去上了... - 然後那時候是我第一次上節目... - 然後也還不會化妝... - 就第一次給人家化妝... - 然後上節目... - 然後因為17歲就很害羞... - 所以在那個節目就... - 都不敢講話... - 第一次上就一直這樣... - 笑到這樣笑這樣... - 很害羞... - 結果呢... - 播出之後... - 在PTT就大倍討論... - 就說什麼... - 哇好青澀喔... - 因為那個青澀是... - 真的不是演的... - 是真的很害羞... - 是學生嘛... - 對... - 就真的不知道講什麼... - 很腼腆這樣... - 然後所以那時候在PTT就有被討論... - 然後後來呢... - 因為同個製作單位... - 就又有我愛黑社會嘛... - 跟星光大道... - 對... - 所以我就默默的就... - 很順遂的就... - 怎麼也是那麼不小心齁... - 對啊... - 也是滿不小心的啦... - 真的... - 一個不小心... - 就滑進去了... - 然後又進演藝圈了... - 對... - 那小優呢... - 我也是... - 因為我其實從小也覺得... - 不可能當藝人啊... - 怎麼可能... - 就覺得電視是離我們很遠的東西... - 很遠... - 我小時候其實本來是想要當主播... - 什麼播... - 張艾琦... - 會被看待金錢的主播... - 那時候有小時候想要當主播... - 或是去賣那個購物台這樣子... - 然後呢... - 就後來那時候也是... - 我有一個好姐妹... - 已經在大學生的沒錄影了... - 然後有一集要找她的好友來... - 就是幫她講話什麼的... - 我就去了... -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錄影... - 我不知道為什麼... - 我完全不緊張... - 就是我就... - 哇... - 講的就是... - 比我那個朋友還多... - 對... - 天生的綜藝人... - 然後那時候突然說... - 這個小女生好活潑喔... - 那你要不要來試鏡這樣子... - 因為他們還是要試鏡才能來錄這樣... - 然後他就問我說... - 那你要試什麼... - 因為那時候一樣... - 就是有星光大道嘛... - 還有大學生嘛... - 我說... - 我要試超級星光大道... - 我會唱歌喔... - 然後他們就說... - 好...那你唱一下... - 就拍那個袋子嘛... - 然後我就唱完一會說... - 那你去... - 大學生了沒... - 然後就成為一個... - 會被注意的人... - 很有特色... - 對... - 就成為班底了... -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... - 好像一集一千塊吧... - 也覺得... - 哇好多喔... - 當然... - 可是一天錄集... - 那五集就五千了... - 真的... -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... - 我要來錄... - 然後後來就... - 剛好又被偉忠哥向上... - 也是不小心的... - 可以啦... - 算OK啦... - 這三位都是很不小心的... - 對... - 不容易啊... - 但是因為我覺得上節目... - 就是不想要丟人... - 所以大家一定會做了非常多準備... - 功課... - 所以你們有沒有什麼... -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... - 曾經為了上節目... - 我做了... - 我做了... - 減肥家長... - 兩件事情... - 第一個就是嘗試去減肥... - 第二個事情就是... - 對著鏡子練習... - 表情的管理... - 就是笑... - 這第二點對香港人來說... - 應該很難對不對... - 其實兩個對我來講很難... - 第一個減肥... - 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肥... - 你本來就沒有肥啊... - 我覺得我自己... - 我覺得我自己跟叉燒一樣... - 肥瘦剛剛好... - 當然... - 可是呢... - 而且又甘甜... - 節目翻了之後... - 就是播了之後... - 我在電視看到自己... - 我說... - 我怎麼那麼大隻啊... - 我的臉怎麼那麼寬啊... - 就是我... - 然後我當下我就知道... - 原來... - 你們當明星的... - 都受到跟什麼一樣... - 是因為經過那個... - 電視的過濾... - 你們就會看起來剛剛好... - 所以不是我的問題... - 是電視的問題... - 你很棒耶... - 你很棒耶... - 你很棒耶... - 你找到了... - 然後呢... - 可是我是這樣子不行... - 我要學你們... - 然後我就去那時候... - 流行什麼... - 增多燕... - 那一個月裡面... - 我真的生活得很不開心... - 因為我自己... - 又不是明星... - 我覺得幹嘛我要那麼累... - 我又不能吃東西... - 我又要在那邊跳舞... - 這個不是我... - 所以這個東西... - 我一個月很快就結束了... - 放棄了... - 我覺得重點是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我覺得太大壓力了... - 是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對... - 這個也是要... - 因為我也以為... - 就是不是我講話的時候... - 可能是凱莉在講話... - 那鏡頭不是應該拍她嗎... - 對... - 怎麼我在看那個重播的時候... - 那個臉看到我... - 欸... - 我很認真... - 因為人家在講話的時候呢... - 我是... - 然後眉頭會皺... - 臉很臭... - 因為妳在想東西... - 對... - 她到底在想... - 講什麼... - 所以我那個... - 回去家裡看那個影片... - 看到其實... - 哇... - 連我自己都嚇到我自己... - 怎麼妳那麼衰啊... - 那個臉... - 我就回去... - 我就去廁所... - 我拿著一個鏡子去訓練一下... - 就是... - 不是自己講話... - 可是要回應別人的表情... - 甚至怎麼樣... - 後來我學到了... - 我就會... - 喔... - 喔... - 專業... - 專業... - 沒錯... - 厲害了...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連聽人家的反應都要好看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所以這個就是要學習... - 你如果一整集都這樣... - 妳不很累嗎... - 很累... - 對... - 可是妳沒辦法... - 妳要放手... - 妳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... - 對... - 因為鏡頭都是隨時跳的... - 對... - 隨時跳的... - 就是一集下來... - 對... - 這樣... - 阿翔那你們以前... - 剛出道的時候也要練習這些... - 很基本的這些鏡頭語言什麼的... - 做單位不會要求你要... - 鏡頭語言... - 是... - 那那個時候很菜... - 那想說要... - 哪一段特殊的... - 不一樣的... - 那... - 我記得有一個座談性節目... - 訪問到一個什麼日本的... - 綜藝的一個藝人... - 然後那些日本人喔... - 很會做搞笑的東西... - 然後他那一天的來賓喔... - 發了誰... - 發了這個... - 大餅... - 大餅... - 大餅... - 然後呢... - 他說大餅喔... - 對... - 很特殊嘛... - 可以把拳頭等一下吞進去... - 最經典的... - 沒有人贏得了他... - 沒有人贏得了他... - 然後他問我說那你會什麼... - 我說... - 我... - 我不會... - 但我可以去練... - 他說那你要練什麼... - 那... - 不然我來練... - 噴火好了... - 噴火好了... - 他說好... - 你如果能... - 噴火練了成功... - 我們就讓你來上這一集這樣... - 那時候就... - 找了個老師... - 然後就... - 一根棒子上面點沒有... - 然後就... - 然後就含著沒有... - 然後就在喬下... - 那很危險... - 好可怕喔... - 就在練那個... - 就在棚內玩噴火耶... - 那個時候早期... - 我們那個早期十幾年前... - 可能棚內還沒有去... - 嚴禁說要防火的... - 不能... - 現在開始有一些... - 現在不行了... - 現在不行了... - 以前就在棚內在那邊噴火這樣... - 就是當藝人真的是... - 看要想要很強... - 因為如果就是那種... - 譬如說像你說... - 綜藝型的藝人... - 你要搞笑啊什麼的... - 你要帶歡樂給大家... - 可是有時候... - 可能家裡或是心情出了什麼狀況... - 真的... - 可是你還是得... - 要做這個效果出來... - 那不愉快的時候一定會影響心情嘛... - 馬上就要錄了... - 對... - 而且你還是要去做介紹的... - 說歡笑... - 要帶歡笑的... - 對... - 所以剛那一刻... - 剛掛完的時候... - 要深呼吸的... - 然後馬上調整回來... - 面對鏡頭就要開始了... -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... - 你看怎麼樣怎麼樣... - 而且要背資訊什麼的... - 這個雖然說會很凌亂... -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把那些不愉快給放掉... - 沒有辦法... - 這是你天生要吃的飯... - 你必須要把這個飯給吃... -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... - 因為我是表演背景的嘛... - 我學戲劇的... - 我... - 不管我是什麼心情... - 我只要上台... - 我的身體就會開始帶動... - 對... - 所以其實... - 就算我是很難過的... - 我是... - 一上台... - 我的身體就是... - 然後我就... - 然後一下台我就... - 也是... - 因為我很怕高... - 超怕高... - 但是你只要一旦... - 讓製作單位發現你的弱點... - 你就... - 沒錯... - 對... - 你知道嗎... - 以前我們出去錄影的時候... - 我們的那個... - 都會有一格是空白的... - 對... - 就是你哪裡痛... - 往哪裡鑽... - 對... - 那一格可能就是高空彈跳或什麼... - 我曾經... - 記得他們要我去國外一個... - 因為排隊排很長... - 我不知道排什麼... - 排到那邊他們就說... - 這是大概五層樓高... - 然後你要往下跳... - 跳到那個... - 就是跳下去... - 我說... - 好... - 他們說你待會下去的時候... - 這是要這樣子... - 要不然你身體會那個... - 對... - 也會受傷嘛 壁紙... - 我哪想那麼多... - 然後我就下去之後... - 結果就... - 就是被水打到... - 好痛... - 然後他們沒有這樣就放過我... - 過一陣子之後... - 他們給我一個... - 就是... - 每天跳... - 那一次我是去紐西蘭... - 他們從第一天跳到最後一天... - 但是到後面我有漸漸不怕了... - 但是跳到最後... - 他們給我最高級的... - 就是從橋上跳下去... - 然後那一天呢... - 因為那個... - 所以人員很想下班... - 然後你也知道... - 後期點哪有多臭... - 對... - 我就很害怕... - 我想說... - 然後我趕快下去... - 然後下去之後... - 起來之後... - 這邊整片是紅的... - 因為我太緊張了... - 所以我憋氣... - 所以這邊尾血管全爆了... - 後面我就... - 好可怕... - 好可怕... - 但是我很謝謝他們... - 讓我做了這麼多事情... - 不然的話... - 其實我們人生不會有那麼多體驗... - 對... - 所以現在去外景... - 他都會刑前在那邊問說... - 我們有怕什麼東西... - 千萬不要寫... - 不要寫... - 我不怕的... - 不要寫... - 不要寫... - 我就故意了... - 而且故意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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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對... - 故意寫... - 超可怕... - 怕太早收工... - 對... - 不敢寫... - 不敢寫... - OK... - 你為了三個節目我做了... - 做了什麼... - 為了... - 星光大道... - 星光大道... - 對... - 找衣服... - 對... - 我就講到那是十三年前... -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當了媽媽十年... - 所以我根本... - 他們是假的不要當藝人... - 我是真的不想當藝人... - 我們是假的... - 我們是假的... - 我們是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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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... - 敢講... - 說什麼話啦... - 命運的巨輪... - 給滾到變藝人的... - 你贏了... - 好...謝謝... - 沒有... - 的確我是沒有準備好... - 因為回來台灣為了小孩要學中文... - 所以我的衣服都是... - 牛仔褲跟T恤... - 對... - 後來我們是被提名要走那個... - 對... - 是因為有入圍... - 對... - 那這個東西很隆重... - 你要穿的衣服很漂亮... - 對... - 我是沒有這種禮服... - 那他們都... - 沒有... - 沒有... - 你看他們的臉... - 你看他們的臉... - 沒有... - 沒有... - 沒有... - 我以為他們聽不懂... - 好... - 你知道... - 你知道... - 歐陽山... - 你知道... - 不過我的命好在... - 就是製作單位真的會幫... - 像我這種... - 可憐的... - 沒有衣服的人... - 沒有衣服的人... -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小球... - 他在做所有的主包跟那個... -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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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然後八大裡面會有一些禮服... - 他借我... - 喔... - 公司的... - 真的很漂亮... - 那這個衣服是非常漂亮... - 而且它是長的... - 因為我學過服裝設計... - 是... - 那個料真的很好... - 它有裡面的一層... - 對不對... - 然後外面就是有... - 像那個... - 什麼沙龍... - 這種... - 設計感很好... - 對... 設計得非常好... - 那因為那個... - 鍋把... - 它這裡給我... - 鍋把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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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們才結束過... - 玩得好開心喔... - 我就... - 好感謝有姐妹會這個地方... - 可是問題是... - 這個衣服是早上穿上去... - 到整個晚上... - 到第二天了... - 你知道嗎... - 你離開會場沒有脫掉啊... - 都流汗了是不是... - 沒有脫掉... - 那身體會長... - 會長... - 這麼快... - 我到了家... - 這個衣服脫不掉... - 真的... - 吃了多少... - 啤酒啊... - 吃了... - 跟Jenny一樣... - 夏天都會流汗... - 不管啦... - 吃了嘴啊... - 請教人家覺得你胖怎麼又... - 媽在家要熬夜... - 對啊... - 這麼熬夜是結婚... - 怎麼脫... - 最後怎麼脫... - 叫鄰居脫喔... - 對... - 結果是怎樣... - 因為我... - 好在我以前是專門學服裝設計... - 我有一把刀是日本的非常棒... - 會叫我女兒起床... - 給我剪出來的... - 破壞了... - 可是那不是借了啊... - 衣服是剪掉的... - 我是八大... - 緊拍謝... - 可是我又帶到我朋友是專門封人衣服... - 喔... - 然後有給他衣服... - 給他乾洗啊... - 剪開再弄起來... - 還給姊妹會... - 你們到今天才發現... - 啊... - 所以他衣服是緊到... - 脫不下來用剪開的耶... - 對... - 對...我就叫我女兒... - 這條線你看到嗎... - 沒有拉鍊嗎... - 沒有拉鍊... - 那個是... - 都是這樣有沒有... - 對... - 難忘的回憶... - 難忘的回憶... - 很難忘的回憶... - 豬豬... - 為了... - 上節目... - 戒球... - 欸... - 為什麼... - 這對你來說很難關... - 為什麼... - 為什麼上節目要戒球... - 你們相信嗎... - 不相信... - 真的是我剛開始上節目的時候... - 非常認真... - 就是... - 而且我知道就是電視上... - 連都看起來胖... - 然後身體也是水腫... - 對... - 就是胖胖的... -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... - 只要明天有錄影... - 前一天我不聚餐... - 然後也不參加厚酒... - 那你維持很久嗎... - 對... - 大概一年多吧... - 這麼久耶... - 對... - 那你昨天有喝嗎... - 現在酥醉也可以講... - 他已經有喝多年了... - 水酒牛什麼關係... - 現在OK了啦... - 對啊... - 已經賣網拍啦... - 所以沒關係... - 對... - 好開心喔... - OK... -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... - 上了節目之後... - 你生活有什麼樣的變化呢... - 盧卡斯你有嗎... - 好處是... - 比方說是YouTube的話... - 是... - 我會被... - 是有很多人會請我參加很多... - 很特別的活動... - 或是... - 其他經驗... - 一般的外國人... - 一般的旅客... - 完全不會得到... - 比方說... - 可能去一些... - 很高級的飯店... - 或是... - 好棒喔... - 兩個禮拜之前... - 我們去澎湖... - 然後有一個朋友的朋友... - 他們有一個... - 四人遊艇... - 那個私人遊艇... - 那個私人遊艇... - 然後他們請我們是... - 澎湖... - 澎湖一個環島之類的... - 哇... - 請你們都不用請啊... - 對... - 其實我... - 拍影片給他們... - 所以我... - 幫他們做廣告之類的... - 所以... - 但是我一開始有時... - 一個免費的感覺... - 但是現在發現是... - 真的好累拍一個影片... - 所以現在也是一個工作吧... - 但是... - 也是一個... - 一般的外國人... - 不會得到的一個機會... - 對... - 因為我覺得拍影片最痛苦的是... - 想... - 想跟計畫... - 後製都很辛苦... - 後製都很辛苦... - 另外一個是我... - 店朝鑽... - 店晚餐... - 可能是UberEats... - 或是FoodPanda... - 然後... - 那個UberEats的人... - 也會... - 爛出了... - 爛出了... - 然後我也覺得... - 是... - 是一個粉絲... -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... - 但是那個粉絲也知道... - 我住在哪裡... - 對... - 變得住在哪裡... - 還有你的電話跟你的資料... - 對... - 還知道你吃什麼東西... - 對... - 這個是更可怕的... - 他會知道我... - 他會知道我... - 我這麼不健康的那個人... - 還知道你幾點在幹嘛... - 幾點幾點都去哪裡... - 對... - 然後有時候... - 因為他們會看到那個... - 那個叮噹... - 會看那個盧克斯... - 然後他們說... - 對... - 真的是我... - 凱莉... - 因為我有一個子女... - 在台灣... - 有一個子女... - 她媽媽是台灣人... - 然後爸爸是一個美國人... - 但她是在台灣出生的... - 然後爸爸不會講中文... - 所以她... - 她的母語是... - 中文... - 上了國小的時候... - 她才開始發現說... - 有的同學會... - 有的老師會跟她說... - 你... - 你這個美國人... - 那你英文講的... - 也不是最標準啊... - 你怎麼說... - 你是美國人怎樣... - 我覺得她有開始意識到... - 她的身分是... - 跟一般台灣人有點不一樣... - 然後... - 她這一年... - 她現在三年級... - 四年... - 三年級吧... - 她今年開始問她媽媽... - 說... - 凱蒂阿姨... - 她... - 她怎麼可以上電視? - 她們都跟她說... - 因為她是外國人... - 她說... - 我也是美國人... - 那我可以上電視嗎? - 因為她會覺得... - 這個是有價值的東西... - 這個人是很成功的... - 才可以上去... - 那她就... - 她就會覺得... - 我不用被批評... - 我這個美國人... - 或許也有一些... - 加分的地方... - 就是... - 就算我是一個混血兒... - 我可能跟你們... - 有一點不一樣的身份... - 可是我得到... - 她在我身上... - 看到了一些價值... - 然後我覺得... - 哇... - 我真的有帶她... - 因為我... - 比較少跟她接觸... - 因為她... - 都在彰化... - 我比較多時間在台北... - 可是我很快樂可以讓她... - 感覺到她... - 正面的力量... - 對... - 首先我覺得... - 我要謝謝就是... - 這八年來這個節目... - 幫我在台灣... - 記錄我很多的... - 想法... - 尤其是... - 家人的影片有時候會插播... - 你會覺得... - 好揪心的那個感覺... - 所以... - 我覺得這個是... - 其中一個優點吧... - 算是優點... - 然後再來就是... - 出門的時候會稍微... - 遮一下黑眼圈啊... - 戴一下口罩... - 那是必須的... - 對... - 因為我... - 就是去賣場啊... - 買菜啊... - 會有人... - 你... - 怎麼了... - 你是那個香港人是不是... - 就... - 他沒辦法叫出這個名字... - 當然嘛... - 可是他們會聽到我的... - 講話的口音... - 或者什麼... - 他們... - 喔... - 你是... - 我說... - 對... - 一百塊四個蘋果好不好... - 那個人會多一個蘋果啊... - 對... -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... - 有一個主題是講... - 所以我們戴那個口罩... - 那個鼻樑很難壓... - 對... - 我隔天去看醫生... - 醫生... - 認得我... - 他送了我一個3D支撐的那個... - 對... - 太大方了... - 生活上面... - 大家這麼疼你... - 嗯... - 就是會帶來生活上面... - 一點點小樂趣這樣子... - 因為妳很甘甜喔... - 對... - 就是很高... - 那有壞處的嗎... - 有了... - 有了... - 畫出就是我以前喜歡... - 就是下載那個加油APP... - 然後跟人家聊天什麼的... - 我現在其實也喜歡... - 可是我都不能再玩了... - 因為呢... - 他上面不是要上傳那個大頭貼... - 對... - 幾張張要介紹自己... - 很多有些人偶爾玩到... - 就是在興奮的時候他會說... - 興奮... - 開心... - 開心... - 這不簡單耶... - 他會說... - 開心... - 開心... - 好像從哪裡看過... - 看過喔... - 我認出來了... - 我只是直接講... - 你是不是上WTO那個Janny... - 我覺得... - 變直了... - 這個... - 不好玩... - 你沒有神秘感了... - 對... - 他有些時候他認得他還會講說... - 你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... - 我覺得整個人好像趴光光了... - 那我還幹嘛玩這個東西... - 你今天沒有錄影啊... - 好...所以就刪掉了嘛... - 然後後來最近我又下載一個... - 全名XX的... - 他是用講話... - 然後猜中文的成語... - 他不是要形容... - 例如說周杰倫... - 你就要形容台灣男歌手... - 然後他唱歌的是什麼... - 那個嗎... - 那個我也不能玩... - 為什麼... - 因為我玩到形容差不多... - 我的口音實在太明顯了... - 他又會講說... - 因為那個是靠講話嘛... - 他說... - 你是不是那個香港人啊... - 上節目那個... - 對...好... - 那中間我又退場了... - 所以這個就是... - 沒辦法... - 就是... - 就是好吃就覺得說... - 有人會認識我們... - 所以會常常有... - 很驚喜的招待... - 對... - 像譬如說去餐廳... - 他們就是喜歡... - 所以他們就是寫卡片啊... - 或是多送給你甜點啊... - 飲料啊之類的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對... - 但是壞處... - 就是... - 像譬如說在台灣發生了... - 韓國不好的時候... - 之前更慘... - 運動會的時候... - 對... - 台灣人那個... - 奧戰於韓國... - 反韓的那種... - 就是很厲害的時候... - 被攻擊的人是我... - 對... - 那對他們來說... - 對啊... - 就是聯想到韓國... - 就是會想到我... -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... - 就是被認識的人攻擊... - 那個就不一樣了... - 對... - 那就是有一次反韓... - 反韓感情非常嚴重的時候... - 我們就是一樣來露營... - 然後化妝師那邊就是化妝... - 那個時候有看到... - 我們比較熟的一個藝人... - 來賓啦... - 然後呢在那邊... - 我就是一樣打招... - 你好... - 就這樣子... - 他都不理我... - 對... - 那我心裡想說... - 好吧... - 那他在想別的東西... - 或是忙沒關係啊... - 沒有注意到... - 對... - 然後呢我就是一樣... - 對面就是化妝的時候... - 他就看到製作單位... - 直接罵說... - 你們製作單位有沒有頭腦啊... - 怎麼會照這種韓國人過來... - 怎麼會照這種韓國人過來... - 對... - 誰... - 快點寫下來... - 說出他是誰... - 在你面前這樣子... - 知道嗎... - 我不講喔... - 我們逼掉就好了... - 我們逼掉就好了... - 我們節目結尾再跟大家說好了... - 要看到最後喔... - 要看到最後喔... - 對... - 其實那個時候... -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藝人... - 好想知道喔... - 我非常... - 本來是我們都很欣賞他... - 而且我覺得已經很熟了... - 對... - 但是他在當面這樣子的時候... - 我就是真的是... - 好想知道... - 掉眼淚了... - 真的... - 真的... - 那這樣子... - 我不講... - 我覺得... - 對... - 我錄不下去了... - 到底是誰... - 快說... - 真的... - 很辛苦... - 因為那一陣子... - 我們兩個是開韓貨店... - 對... - 都沒有人要買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我覺得好處是... - 其實又... - 我覺得台灣人... - 一般年輕的台灣人... - 還滿害羞... - 比較不會去找外國人聊天... - 對... -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那個... - 在王虎縣等捷運... - 過來這邊內湖... - 然後又有個年輕人... - 我說你是Party嗎... - 我說對... - 他說... - 我一直都在看你們的節目... - 你好厲害... - 因為我戴口罩... - 然後都沒化妝... - 我覺得你... - 認得出來是很厲害... - 他說... - 因為你的眼神好特別... - 對... - 非常厲害... - 很可憐... - 而且還有一個很窩心的是... - 有一次在... - 發生地震... - 5.5... - 對... - 然後就對我Facebook... - 很多人就說... - 發生大地震... - 你們家人還好嗎... - 是... - 你的家人還好嗎... - 關心... - 都一直關心... - 很溫暖... - 我都不曉得資歷發生大地震... - 然後我就... - 趕快一爛我姊姊說... - 姊姊發生地震... - 我姊姊說... - 我們都沒感覺... - 因為... - 白擔心了... - 霧燈... - 霧燈無雙是我們來說... - 對... - 針尖口吼... - 針尖口吼要跟你互動... - 關心... - 對... - 後一處是... - 帶我的狗狗去... - 留狗身邊... - 到郵局去... - 存錢... - 然後我就把... - 你是巴蒂的狗狗嗎是不是... - 沒有... - 沒有... - 沒有... - 巴蒂的狗狗... - 原來是海狗嗎... - 狗他還回答耶... - 很聰明... - 然後我就把... - 存管部放在旁邊... - 然後我就在寫那個... - 因為我要存錢嘛... - 我要存錢... - 我在寫很邋遢的在寫... - 然後有一個媽媽跟我說... - 你是不是那個巴蒂... - 但是我那時候非常的邋遢... - 我跟他說... - 我不是... - 然後他看我的處管部... - 然後那邊寫巴蒂... - 然後那邊寫巴蒂... - 你怎麼回去了... - 好久... - 好久... - 真的是不能騙人... - 然後我的眼睛很紅... - 我就拿著... - 我就離開這樣... - 好尷尬喔... - 真的... - 好可愛... - 有時候太尷尬... - 對...我覺得他們來到節目裡... - 免獲是成為工作人員物... - 真的有很多好處... - 沒錯... - 然後也希望大家... - 多給他們一點空間好不好... - 沒錯... - 多給他們一點加油打氣... - 然後接下來分享... - 謝謝... - 謝謝... - 掰掰... - 深一恩... - 暗気... - 問題... - 泊在一起 -alo... - 很強 describes... - 會打算很久...